嘉义县中山国民小学举办图书馆中山书房启用典礼 图书馆整修经费由借出校友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长李明峰 及家中师子会长叶耀珍号召各界捐款 共募得278万元进行改建 典礼邀请县长翁张良及企业赞助代表出席 由县长翁张良颁发感谢状随后接牌正式启用 为中山国小图书馆开启新的里程碑 每一个校友他都有他的资源 那每一个校友都跟整个学校有几代的连接关系跟情感 那所以非常谢谢李机长 那还非常的念旧还有情感 然后对于整个学校的关心 那虽然他现在台南市上班 但是还是关心整个九郎我们中山国小 那所以在这边谢谢他召集的这么多的企业家 一起把学校最重要的心脏 图书馆把他融好 那我们希望小朋友会因为这样子而得力 那让这边有更多优秀的校友可以出现 李明峰局长及叶耀卷会长为了感谢母校的培育 向各界募集图书馆整修经费 改善软硬体设施 整修后由全校师生与社区人士 共同命名为中山书房 再由校友台北市立大学叶建德院长 邀请民书法家施隆明提次 另外叶耀卷会长与叶建德院长 也号召众人捐赠图书采购经费 让馆藏更丰富 嘉义县县县长翁章良表示 学校透过教育培育出许多优秀校友 校友们出社会后就有能力回馈母校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图书馆是很棒的空间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让孩子透过书本学习各种知识 看见作者的成长经历 进而充实孩子的自我涵养 以上新闻由正生记者侯佩瑜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请订阅